哈喽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用的六款Audinary产品 我觉得好用与否 那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皮肤科医生 我对一个产品的测评也是基于我自己本身肌肤的一个接受程度 也就是说一个产品如果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不好用的 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是干皮你是油皮这样一个概念 那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一下去吧 第一个是这个The Ordinary的绞杀丸精油 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跟大家介绍过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快用完了就应该知道我很喜欢这个产品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性的敏感皮 如果你只想入一款The Ordinary的产品的话 我就推荐你用它因为它非常的好用 绞杀丸是我们皮肤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 所以如果你想增强皮肤的保湿度 用这样一个百分百植物萃取的绞杀丸精油 就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皮肤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那它是一个百分百从植物萃取的绞杀丸精油 跟我们皮肤本身的绞杀丸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对于敏感皮也是非常友好的 不会出现有过敏的情况 因为皮肤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成分 所以对它的接触度也很高 它就是一个这样油的质地 推开后很好吸收 对于我而言没有太大的油腻感 没有任何粘腻感 这一点我很喜欢 所以对于干敏皮的我是早晚都会用大概一滴管的量 所以这一瓶我也快用完了 这是第一款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Ordinary的绞杀丸精油 非常好用 第二款是这个The Ordinary的海洋保湿精华 这个是几个月前在我的购物分享视频里出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并没有用很多 虽然说它主打的是保湿 但是对于我而言它的保湿力度是不够的 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强 基本上就是跟水一样的质地 它用在我的皮肤上呢 就有点像是用爽肤水的一个质地 对于我而言用过之后 没有让我感觉我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湿 另外就是它会让我的皮肤稍微有一点痒痒的感觉 在用过它之后 所以这一点我也不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觉得敏感肌的小伙伴 这一款可能要渗入 如果你也是敏感皮的话 我不清楚这个在你的脸上 会不会也引起这样一个弘痒的反应 但是这款产品我也在它的网上的评价中 看到有油皮说非常好用 非常保湿 而且不会增加皮肤的负载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我不推荐给干敏皮的小伙伴 但是如果你是油皮再找一款很轻薄的保湿精华的话 这个也许对你是适用的 再下一个是这个咖啡因的眼部精华 这个产品看到我也用了有一半多 它在瓶口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有点恶心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这款咖啡因的眼部精华主打的是消除黑眼圈和浮肿 但是就是已经用了这么多下来 我觉得它对于消除黑眼圈没有任何作用 消除浮肿的话只针对于你是头一天晚上吃很多带盐的食物 或者是喝了很多水 它的这样一个水肿在早上使用完之后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 如果你天生就是肿眼泡肿眼皮这种 使用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它的质地是像这种略微有些粘稠妆 是算是比较好推开的 那这款产品对于眼部保湿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它的唯一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是消除水中 但是我不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使用在眼周 对于眼周的刺激性有点强 眼睛会有点熏道的感觉 另外对于眼周这一圈的皮肤而言也有一点点那种灼热感 所以对于这款产品如果你是追求去黑眼圈呢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这款产品虽然之前风刮的很大 但是大家也看情况而入 我觉得这款我用完之后呢是不会再回购的 再下一个是这个 Ordinary的这款12%VC美白精华 这款产品我自己之前也推荐过 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它的见效没有那么快 如果你想让皮肤快速的起到一个提亮均衡肤色和美白的作用的话 那这个产品你可能用它会有一点点失望 我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质地非常好 它是这种稍微有些流动性 但是不是像之前那个水一样的质地 很好推开 有点像是那种蛋清的质地 它对于我而言不会刺激我的皮肤 而且也有一定的保湿作用 长期用下来我的感受是 让我的肤色看上去更均衡 可能有一点点体量的作用 也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像市面上VC的精华 它的价位都是很高的 大部分呢 对于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 由于这一款它的价位非常的低 质地 质地又是那种精华液的质地 也是非常好吸收 对于皮肤的保湿性也不错 虽然它的体量效果有一点点慢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这一款我一般是在早上的时候使用 我也用了有好几个月了 非常的喜欢 也很推荐给大家 再下一个是EUK 134 0.1%的一个精华 那这一款产品它主打的是抗氧化 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几个保湿剂和一个抗氧化剂 这款产品还有很高的EUC 134成分 那它主打的是为肌肤打造一个保护屏障 抵御紫外线或者是外界的污染等等 这款产品虽然它的成分很好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没有太大的感觉 也没有非常的喜欢 所以怎么说呢 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 其实在皮肤上 在我的皮肤上我是感觉不出来的 大家看需要而入吧 它是这种有点褐色的液体 摸上去感觉稍微有点油 所以它可能就是帮助皮肤提高保湿力吧 我自己而言这款产品算是一个无功无过的产品 虽然说它主打的功能听上去很好 但是呢由于在我皮肤上没有什么体现 所以我也不好说它到底是有没有用 如果有用过它的小伙伴觉得好用或者是不好用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来看一看是我自己使用的方式不对 还是一个什么原因 最后一个是这个 它是一个10%的杜鹃花酸 那这个主打的是美白淡斑均衡肤色 减少面部不均匀的色素沉淀 它是说是适用于所有肌肤的 但是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有些刺激皮肤的 所以呢我都不会大面积的使用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是敏感性的肌肤 所以不是那么的耐受 那我平时会把它用在脸上爆出的痘痘上 像是那种红肿型的痘痘啊 或者是快乐爆出来的痘痘 我会用一点点这个杜鹃花酸产品一点点 然后点在它的上面 它能起到一个抑菌消炎的作用 然后也能帮助给痘痘消肿 所以这款产品 如果你是想用它来美白淡斑的话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用的 如果有用过觉得真的有美白淡斑作用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很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在有痘痘的时候 进行一个消炎的作用 所以这一款我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它是这样一个白色乳液状的质地 稍微有些厚重 推开后是有一些存在感的 但是由于我是只进行局部的点图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负担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 希望我的这期视频能对大家起到一个帮助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Ordinary这个品牌的 但是大家要根据自己皮肤的需求进行一个购买 那我所拥有的这六款呢 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 也有一些我不是很喜欢的 所以希望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个种草或者财雷的作用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视频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